哎呦球长每周六 降什么降 亲眼所见一非真实 大家好 这里是全世界最美的降 今天降丝带大家战CP 我们要说的就是 前锋以及魔术师的乱世CP 战CP哦 对不对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推演之后 本降丝得到了如下的情节 以及推演的线索 这里是所有人的推演线索 那么我们所要战的前锋 以及探险家 他们俩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探险家 是魔术师 对不起大家 在魔术师很小的时候 因为和父母一起观看了一场 白胡子的魔术表演 于是便立志成为一名魔术师 就这样 他成为了白胡子的土地 然而天苍苍野茫茫 总有师傅耍流氓 根据第二三四条推演 我们可以得知 白胡子老头一直在压榨着 天资聪明的魔术师 不仅不给魔术师上台表演机会 甚至还经常剽窃魔术师的点子 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爆发 终于有一天 魔术师静静地准备着明天 师傅表演逃生魔术师 要用的道具的时候 一把铁链 一把铁链 一根铁丝 一把心锁 他悄悄地动了手脚 于是师傅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 魔术仙境之中 原本可以迎娶白胡妹走向人生巅峰的魔术师 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他生命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前锋 前锋在历史上真有其人 这位威廉韦伯爱丽丝 原本认知于拉格比公学足球队 在一次比赛的时候打击眼了 抱着足球冲进了球门 从此世界上便有了橄榄球 而威廉也被称作橄榄球之户 仍然有一件事 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根据我们的第九条推演得知 前锋曾经在某一次 魔术表演的时候 亲眼目睹了 魔术师杀死师傅的全部过程 看学习 然而面对肩宽妖气的前锋 魔术师只能眼睁睁地放着他走 但是魔术师心里知道 只要前锋一天不死 这个秘密就没有办法被带进坟墓 而前锋自己也很清楚 只要魔术师一天不死 自己一背景都得处处提防 于是 这个臭名昭著的庄园的邀请 正好是俩人除掉对方最好的机会 于是俩人就买到了庄围 大家对这样子这个战CP的过程还满意吗 如果满意的话 请给这样子点一个赞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和大家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哦对 下一集 这样子将会给大家带来路透的黑化过程 不为人知 非常黑暗 非常阴暗 黑不垃圾的那种 小伙伴们你因为节目到这里要结束吗 才不是 这样子要给你一个精心准备的彩蛋 你们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要读给大家听 历史中的威廉 也就是我们的前锋最终成为了一名牧师 而对第一季剧情 稍有了解的小可爱们都知道 有一名牧师曾经在慈善家手中 接手了白沙街孤儿院 并将其成为了白沙街精神病院 对 变成了这个病院 这个牧师和前锋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自己想去吧 拜拜 玩手游就看 哎呀球掌